我们看过很多战争奇才的电影和电视剧,但是并没有真正的经历过战争,也不知道在战场上是什么样的感觉。 那么真正的战场上,一个士兵在进行搭兵作战是会携带多少发子弹呢? 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探讨探讨这个问题,很多军迷朋友也是脑洞打开,极力发挥自己无尽的想象。 有的人认为摆得越多越好,有的人则认为够用,能够完成任务就行,因为子弹不是只做的,都是钢铁类的武器,很重。 炸的太多的话,战士们负重过代影响战斗力的发挥,但是太少的话万一子弹打光了战斗还没结束,那在战场上是很绝望的。 其实,每个国家对于战士们携带子弹数量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,即便同一个国家,对不同兵种,执行不同任务,所携带子弹数量的要求也不一样。 因此,要说标准的话,只能有一个大概的参考,就拿美军来说吧。 海湾战争期间,美国的打兵作战能力,相信大家也都有目共度,确实很强。 当然,就和美军拥有豪华的军事装备,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。 据说,当时作战的美军,除了袜子不是高科技产品,其他的都是有着技术含量的一流装备。 M249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最常用的枪,这支枪在美军中有着极高的地位。 该枪每分钟射速达到60发,所以这样的枪,子弹少了肯定不够用。 因此,使用这种枪的美军,一般会携带200发子弹。 除此之外,身上还有一个装有100发子弹的子弹在,所以美军通常在大兵作战时,会携带300发子弹。 如果是狙击手的话,子弹不会携带这么多子弹,他们最多只会携带68子弹。 那么解放军通常大兵作战士会带多少发子弹呢? 专家表示,通常一位解放军战士会携带158子弹。 每个弹架装有30发子弹,除了枪上自载的一个弹架,身上还会另外装备4个弹架。 专家指出,这个数量是最合理的,是经过严格的论证得出来的数据。 因为在保存体力的同时,也要却保此弹个用,150发是最理想的标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QNU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